HELLO 大家好 我是豪哥 常常有客戶想要問我們說 豪哥豪哥 我們家有大概有幾坪的房子 想要請你來敞看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這樣大概要多少錢 其實豪哥沒這麼省齁 你不可能叫我看完以後馬上給你一個價錢 因為那個太難了 每個人需求不同要更改的東西非常的不同 那我可以快速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接到一些諮詢的電話 他會說他的頻數是多少 但是呢有一個地方我們要記得 我們會買房子會拿到兩張東西 一個叫土地權狀 一個叫建築物的權狀 那建築物的權狀呢 他會寫你這邊是幾層 比如說建築物有兩層 他就會寫二層 然後跟你講第一層面積多少 第二層面積多少 但是其實這個權狀跟屋況現況 應該都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建築物寫兩層 但是你去買的時候 他實際已經蓋到三層 或三層上面又做一個鐵皮屋變四層 這時候你的真正實用的頻數 就不是跟權狀一樣 所以豪哥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去計算 我們現在建築物的頻數 很簡單你量一個量尺起來 然後把你這個加裡面呢 我們量裡面就好不用量外面 把你你們家含齊樓總寬乘以總長 總寬的意思就是比如說他量起來是400公分 那就是4米 那總長呢 總長假設是15公尺 所以我們就是4米乘以15米乘以多少 記住喔 0.3025 這樣我們就得出這個一個平面就是18平 那你就是從1樓量到你的2樓 再量到你的3樓 再量到你的頂樓 那把它相加 這就是你的總頻數了 ok 當你有了這個總頻數呢 豪哥也可以比較快的告訴你 那你這樣的整理費用 如果不改格局大概會花多少錢 如果要改格局大概會花多少錢 如果要增進大概會花多少錢 如果要裝電梯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樣 ok 好快速分享一下我們自己住家的這個頻數的計算方式 下週見 掰掰